好 再来看到保钓大游行上街头来宣示 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决心 但其实呢 保钓行动呢 40年来在很多保钓人士心中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成功登岛 但其实登岛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前段时间香港保钓人士就有人曾经成功过 而至于台湾追溯到40年前 当时中国时报记者也曾经带着中华民国国旗成功登岛 甚至还把国旗插在钓鱼台里头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钓鱼台上飘扬 老照片说的是当年的保钓壮举 时间回到1970年9月4号 当年中国时报的记者在惊涛骇浪当中 冒险大船换小船 就是要挺进钓鱼台 费尽千辛万苦带上岸的国旗 插在岛上随风飘扬 当时成功登岛的记者见证这一刻 双手插腰好不得已 历史性的一刻由中国时报记录了下来 当年没人知道这回之后 台湾人想要再登岛会这么困难 我们进入22海里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水包都已经架好了 准备要给我们发射 多年后出海用行动保钓的船长 一想到遇上四艘日本保安厅的公务船和飞机上下包夹 他的情绪难言激动 现在美中台日禁地的钓鱼台 昔日登岛荣光 晴天白日钓鱼台的场面 现在又重现 难度很高很高 我41年前就在海外参加保钓运动 很遗憾的 我自己倒是没有去登陆过钓鱼台 保钓人士的满腔热血 登岛或许依旧是个悬念